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方面维持住了与俄罗斯的传统友谊 另一方面也增长了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安全伙伴关系 谁都知道在这场持续了一年的战争中 印度确实想两头其巧 两边赚便宜 也确实通过转卖俄罗斯石油赚了一点钱 但这并不是什么外交成功 而是没有人把印度太当回事 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经评价印度总理尼赫罗 说他才华出众 但目空一切 贵奏气息重 脾气暴躁 高傲自负 有时还咄咄逼人 毫不掩饰地留着出强烈的优越感 这个评价用在现在的印度领导层 也完全合适 印度的高层经济史几十年是一贯制 印度人认为印度是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 但无论是在政治经济文化 还是在军事科技和教育各个方面 印度都不具备令人称道的实力 道义上的号召力更是无从谈起 在乌克兰战争一年间 印度确实希望能够左右逢源 他一方面从俄罗斯继续进口石油和军火 一方面试图靠拢西方立场 在上海合资组织峰会期间 穆迪对普京进行公开谴责 他告诉普京 今天的时代不是战争时代 穆迪甚至为此获得了西方的表扬 如果换了中国这么说话 那一定会遭到冲突过方的嫌弃 很多人都听过那个著名的一所欲言 当飞行和走兽发生战争的时候 蝙蝠试图搅踩两条船 最后就落得一无所有 印度之所以没有落到蝙蝠的下场 主要是因为他在国际事务中不够分量 没有人看中他的影响力 也没有人指望他能够发挥什么决定性的作用 就是美国关心的所谓能源交易问题 根据报道 2022年4月到今年1月份 印度从俄罗斯进口的石油量 急增了将近400% 仅仅是在2023年的1月 印度每天从俄罗斯进口140万桶石油 而俄罗斯每天的出口量大概是510万桶 2022年印度对俄贸易大幅度增长超过了300亿美元 相比之下 中俄贸易总额超过1900亿美元 对俄罗斯来说 谁亲谁中的 美国现在反复纠缠着对俄武器出口问题 针对了中国伊朗和朝鲜 印度作为一个又庞大军队的国家 却没有遭到美国的纠缠 这是因为印度拿不出什么东西来出口给俄罗斯 哪怕是最基本的枪弹或炮弹 也因为质量不够关 在国际市场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俄军正在和对手殊死搏斗 哪里敢用他的弹药呢 因此印度对俄罗斯提出批评 俄罗斯同样也没有翻脸 第一方面是因为今天的俄罗斯 确实非常需要朋友 对印度这种两面三刀的行为 能忍就忍 另外印度也确实没有那个国际影响力 对俄罗斯的声望或者是形象造成更多的伤害 归根到底 印度是一个没有安理会否结权的国家 那么在这种尖锐的你死我活的国际矛盾当中 它的立场又怎么能够让人当回事呢 事情还不仅仅是国家实力这么单纯 回顾一下新中国前30年的历史 我们就会发现 中国人所走过的道路和印度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那些岁月里 中国虽然一样的贫穷落后 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但是中国在重大国际问题上 我们的立场从来都是坚定的 那就是站在第三世界国家一边 站在和平正义的一边 从来不做骑墙派 更重要的是 中国还曾经在朝鲜战场 或越南战场上 两次让美国吃大亏 长记性 所以那时候的中国 即使国力不强 但是所发出的声音 美国和苏联都是要认真听的 假如印度有中国这样的国际影响力 有综合国力真真日上的发展态势 那么在俄乌战争的问题上 美国绝不会放过印度 今天印度的自吹自擂 向我们深刻的展示了这样一个道理 一个发展中的大国 要是想为自己争取平等的国际地位和发展机会 要想活得有声有色 首先得有立场的坚定 然后要抓住一切机会 发展壮大自己 才能赢得足够的重视和尊重 靠关其门来自吹自擂 是赢不来体面和尊重的 好 这句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